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路航行 一路战斗 准备主炮对岸射击 警示射箭 开始射击 放 放 作为刚入列不久的新型舰艇 我们通过组织带作战背景的课题训练 实案化训练和应急处置训练 有效提升了舰指挥员 以及方面指挥员作战指挥能力和特性处置能力 岸上威胁解除后 编队各舰向下一个训练海区航渡 收到不止 攻击军队发射区几十拍 发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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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官兵迅速展开导弹模拟攻击 雷达显示击中空中来袭目标 据了解 在连续数个昼夜的训练中 编队还进行了对海炮火攻击 单舰导弹攻击 对空防御等科目操演 设置了舰艇起火 人员落水 人员受伤患病等险情特勤 进行了联合搜救 领检拿捕 反恐反海盗等多个科目的专攻精炼 检验提高了各级指挥员的应急指挥能力 此次编队训练 全程以信息对抗为背景 调动众多训练资源 指控通信 情报 机要 与各无备系统密切协同 保证舰艇在任何时候都能看得见 连在上 打得准 检验了舰艇 编队前期训练之效 打捞了海上 失去作战能力基础